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章记载 当西西家做王以后 他做洁净圣殿的事 因为他当国王后 他开了圣殿的门 把坏掉的地方修理好了 他也把里面污秽的东西全部都清除掉了 在洁净圣殿的时候 他分为两个部分 把先洁净人的心 所以他叫立位人 叫祭司都要来 告诉他们要先改变自己 因为从祖先所留下来的罪 还有立位人本身和祭司本身的软弱和罪 这些都要洁净 这样子在神面前的工作 才会得到神的悦纳 因为立位人和祭司 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做事奉神的人 为什么西西家要他们先洁净自己呢 这也是跟神的吩咐有关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洁净圣殿污秽的东西 因为在圣殿里面有很多 不应该存在圣殿里面的 因为他们这些物品没有分别为色 所以在神的眼中 这些都是误会的 所以不属于圣殿的东西 一定要清洁干净 这个部分西西家做到了 同时在圣殿以外的地方 就是一些他们居住的村庄 就好像我们在外省在乡下一样 就是百姓聚集的村庄 那他们在那里也有祭坛 也有一些偶像 因为错误的信仰以为那些祭坛 那些偶像也是在敬拜神 所以虽然这些东西不是在圣殿里面 可是这些也会影响人跟神的关系 这也是误会的误 西西西家也把他洁净了 包含摩西的时代 他那个时候神奋复他所建造的那个铜蛇 西西家一并把他解除 把他清洁干净 因为后来以色列人也把他当成偶像 虽然这是神奋复摩西建造的 可是只要他是一个物品就不能当成神敬拜 这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开始谈到 在圣殿那个洁净之后 这就是恢复敬拜神的开始 那我们来看历代字下29章 第七节那里有讲 讲说祖先犯罪了 他们做出了违背神的事情 这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因为他们离开神 所以关闭圣殿 没有在圣殿当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环祭 这是在捷径圣殿以前 圣殿的情形 没有人在这里烧香 没有人在这里献祭 没有人在这里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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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献祭 这是敬拜神的方法 可是在西西迦当国王以前 他们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捷径圣殿好了 我们看第十节 这是西西迦王讲的 第十节还有十一节 这里这样说 现在我心里面这样子的意思 我心里面想要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 好让神的烈怒转离开我们 十一节 我的所谓的孩子啊 你们现在不可以停下来 不可以懒惰 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 你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侍奉祂 让你们在神的面前烧香 好 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 当圣殿捷径之后 他就要让圣殿恢复 烧香献祭敬拜神的事情 那他要恢复这个事情 他先对立位人 对祭司讲话 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 你们做得很好哦 因为西西家把这些祭司立位人都叫来 叫他们自己捷径 因为现在要开始来侍奉神了 所以对立位人记事来讲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自己捷径 我们之前讲过 要自己捷径 就是要认罪悔改 那个过程可能是辛苦的 好 可是那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现在第二步就是圣殿已经捷径好了 所以你们要开始工作了 这里特别写到神拣选你们 这些祭司立位人是神从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中 把他选出来的 为什么神不拣选犹大支派的 或者是神为什么不拣选其他的支派 好 为什么要单单拣选立位支派 这个就是跟他们的历史有关系了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走跨越的路 他们来到西乃山的山下 那时候神让摩西登到山上去 好 可是以色列人却在山底下 照金牛犊在敬拜那个牛犊偶像 好 后来这件事情神很生气 好 神甚至要把所有的人都毁灭掉 好 甚至摩西从山上带着神用指头写的那个十条介密的滑板下来 好 他也生气到把那个滑板就摔破了 好 当时候神要追讨他们的罪 好 那当时候有一些人就被杀死了 好 那时候只有立位支派 他们也起来来除掉这些罪 好 所以神特别把他们拣选出来 好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罪 得罪神他们也一样心中觉得这样子不好 好 所以以后立位支派就成了神所拣选要来侍奉神的人 好 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一直到西西家的时代 好 立位人被拣选成为祭司 成为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人 好 这就变成永远的定力 好 所以他们的身份就很尊贵 好 那我们看到西西家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有很特别很尊贵的身份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捷径自己好了 那我们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不要停下来 好 因为我们要恢复献祭的工作 好 那你们也在每一天要向神烧香 好 那我已经跟神要立约 因为我们要离开罪恶 所以我们要跟神保证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做恶事了 我们现在开始也不要向偶像来献祭敬拜 好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要单单向耶和华真神 好 就像以前神所吩咐的 在你的面前烧香 在你的面前献祭 好 这个在神面前保证 这个就是立约 立约就是有两个夹跟鱼 他们彼此 我们就是这样子决定了 以后大家都要共同遵守 那西西迦跟神立约就是 我们恢复向你敬拜 但是求神不要把你很生气的处罚降在我们的身上 那这就是立约的内容 好 到十七节以后 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的十七节 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立约就准备要洁净自己 然后就开始要做献祭的工作了 好 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在讲他们洁净的这个过程 那也谈到几个带领的人 那也谈到几个带领的人 好 到十七节就是他们捷径好的事情 就是从第一个月的第一日开始 用八天的时间来捷径耶和华的店 到一月的十六日才捷径完成 到一月的十六日才捷径完成 所以全部做好总共用了十六天的时间 那到十八节西家也看 可以了 全部都捷径好了 好 到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在以前亚哈斯做国王的时候 他把圣殿很多敬拜神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 好 那现在这些东西也都准备好了 而且都捷径了 都在耶和华神坛那个祭坛的前面 好 二十节开始就讲他们开始献祭 第一个献的是赎罪祭 到二十五节讲的是献凡祭 就是把那个牛烧在坛上完全烧给神 那个就是凡祭 烧给神 他们恢复献祭以后 哇 很多人就来献礼物奉献给神 大家都甘心乐意 好 到三十章的时候 三十章里面 因为那个西西迦是南国犹大这边的国王 西西迦是国王 南国犹大的国王 他是犹大的国王 因为他们当时候那个一个国家分裂成两边 一边是以色列 一边是犹大 西西迦是犹大的王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 北国 北边的国家以色列已经被灭掉了 他们没有国王 可是西西迦也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了 好 那现在他们没有国王了 没有人带领他们 所以他恢复圣殿的献祭之后 他也写了信 叫人送去以色列这边 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一起来烧香献祭来敬拜神 然后也要向神来守各样的节旗 像余夜节 五旬节 这种节旗都要遵守 那这就是带领南国 北国 就是带领以色列跟犹大 大家一起来恢复跟神的敬拜 好 所以整个29章到30章后半段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接近圣殿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烧香献祭敬拜神 而且不单单只是对自己犹大国的这些百姓 也希望以色列 北国 北边 北国 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好 因为我们都得罪神了 因为我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得罪神 所以我们要恢复跟以前一样 就是要好好的向神烧香 向神献祭 好好的敬拜神 好 这样子神很生气的处罚才会离开我们 好 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恢复 所以恢复烧香献祭敬拜神 这个也就是西西家那个时候 带领信仰复兴的第二个做的事情 好 也借着跟神恢复关系 顺便就带领北朝以色列的人 一起来跟神恢复和好 好 那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西西家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洁净圣殿 为什么要恢复烧香献祭敬拜神 好 我们刚刚有讲 这是因为跟神的规定有关 好 既然是神的规定 就是神愤怒 你们要这样做 可是他们有一些祖先就是没有这样做 那到底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 神怎样规定呢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回到出埃及记里头去看 当时候神的规定 好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 这是在西南山下 这是在西南山下 因为神拣选亚伦的后代 就是立位人 神拣选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做侍奉的工作 神叫他们做了一个会幕 就是没有盖圣殿以前 他们就是在会幕敬拜神 之间的合作 是没有的 的 好 二十九章里面写着 神练 已经为了五十八章 亚伦和她的儿子 要成为祭司献祭 整个29章都是在谈 他们得到祭司的职份 29章的38节以后 里头就讲到 你是祭司 那你每一天都要献祭 我们看29章的41节 41节这里说 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 要献上一只羊羹 要照早上的数祭 电祭的礼仪来办理 这是要献给耶和华 做新乡的佛祭 42节 这种献祭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的门口 做你们世世代代 长线的房祭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们从这个经节就可以知道 他们被选为当祭司以后 他们每一天都要献祭 早上有早上的方法 太阳下山以后 有太阳下山以后的献祭 那这些都是按照神的规定 神的吩咐 所以为什么祭司需要献祭 就是很简单 神的吩咐 在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固定的圣殿 但是那个时候神有叫他们造会幕 会幕就是用一些布 一些材料 做的一个类似帐篷 可以收起来带着走的 所以他们在走旷野路的时候 停下来的时候 会幕就立起来了 当他们要继续走 那祭司立位人就要把会幕收一收 好走 我们继续走 他们就要抬着这些 敬拜神的东西就往前走 那整个出埃及记的后面 前面那个从25章以后 都是在讲做会幕里面的东西 那到28章 就是在讲到亚伦的后代做祭司 就讲到他们每一天要做的献祭的工作 那我们再看隔壁的30章 他们除了每天要献祭 30章的第一节说 要用造假木做一个烧香的坛 好 这里是讲烧香的坛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七节 30章的第七节 好 第七节说 亚伦在坛上要烧辛香料 做的香 好 那每一天早晨 要收拾灯的时候 还要烧这个香 那第八节说 太阳下山后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 然后这个烧香的这件事情 要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所以这里讲到拜神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烧香 而且是每天早上 每天太阳下山都要烧香 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这里 就看到神敬拜神的规定 就是早晚要献祭 早晚要烧香 好 那献祭给神的东西 神也是有规定的 那这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在那个立位祭里面都有写 那最基本的 就是它是最好的 所以有人如果要献牛 牛不可以是生病 或者是少一只脚 或者是这只牛 有受伤 这个就不能献祭给神 那甚至这个牛是要攻牛 那当然有时候献祭也需要母牛 因为不同的情况 会有不同的祭物 有时候也可以献羊羔 就是羊 有时候也可以献 那个出熟的麦子 好 那这就是神的规定 他要以色列人 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 那要烧给神的香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那个 出埃及记三十章的三十四节以后 好 这里就有说 这里的这个香要怎么制作 好 要用什么材料 那它的比例要多少 好 这个都要按照神的规定 那要烧给神的香 就要按照这个规定去做 好 那在这里面 因为你献的祭物 还有烧的香 都是要按照神的规定 好 所以如果有人 拿不是神规定的东西 或者是烧了不是神规定的香 来献给神 好 从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说 哎 我有献祭了 我有烧香了 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好 神会说 你献的这个 不是我告诉你们要献的 你们不听我的话 所以神会看它是罪 好 因为神规定了 就是要至圣的 完全圣洁的 最好的来献给神 好 我们看出阿吉记 三十章的第九节 好 三十章第九节 这里就讲了 在献祭的坛上 不可奉上一样的香 就是说不一样的香 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分路做的香 好 那这个赵贾木 所做的这个烧香的坛 也不可献凡记 不可以献树记 也不可以交上电记 好 这个就是说 烧香的坛 它就是只能烧香 献祭的坛 它就只能够献祭 好 所以这都是神的规定 好 任何人 只要没有按照神的规定 他就是得罪神 好 所以我们从旧约时代的 神对于献祭 还有烧香的规定来看 因为神说 这个是要作为 他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好 那就一定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好 可是从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 他们进入了世世世代 好 他们就在迦南地生活 一直到现在西西江 这样有几百年的时间了 在几百年当中 好 有时候他们 在敬拜神 就是按照神的方法 那神就 让他们 有安定的生活 因为他们只要 按照神的吩咐 敬拜神 神不会向他们生气 神也不会将灾难 祸患给他们 因为他们听神的话 按照神的旨意 敬拜神 他们遵行了神的道 所以神看顾他们的生活 生活上所需要的 因为神让他们进入迦南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方 那里的物禅 就是很多粮食 很丰富 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 生活上 神就用这些物资 这些粮食 让他们 有丰富的生活 所以他们生活可以安定 不必担心 没有东西吃 这个在他们 进入迦南地以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种情形 可是他们 按照神的心意 敬拜神的时间 比较少 在他们 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 他们的 历代的祖先 受到迦南地 外邦人的影响 从诗诗记里面 可以看到 他们跟外邦人结婚 他们的生活 就跟外邦人一样 甚至他们就离开神 不要敬拜神 去拜偶像 所以神就有灾难 有祸患 就给他们这些人 而且在这几百年当中 常常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 吩咐敬拜神 那我们在讲圣经的历史的时候 每次也都会讲到西西迦 因为西西迦是从 以色列人进入 从埃及进入迦南地以后 到西西迦 这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 那西西迦是其中一个好的国王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我们现在国家 没有东西吃 我们现在国家 很多的灾难 是因为我们没有 敬拜神 甚至那个时候 圣殿是被关起来的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打开 圣殿的门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要求 立位人和祭司要自己解净 然后也要把属于圣殿的东西 都修理好 都洁净干净 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烧香的事 在圣殿里面来进行 还有让现金的事 也在圣殿里面来做 因为恢复烧香献祭 这个就是在恢复敬拜神的事情 因为人只要恢复敬拜神 这样子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人按照神的旨意做事 人就不会得罪敬拜神 得罪神而得到灾难破坏 相对的他会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神的看顾 那他的生活既然被照顾 他就是得到神的恩典 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勉励 人要用敬畏神的心 来敬拜神 因为这是神 要我们这样做的 那人也要来遵行神的道 神的吩咐 那这样这个人就得到福气 这是西西迦所知道的道理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查考的时候 就说西西迦行 他的祖先大魏王一切所行的 那大魏的儿子所罗门 当国王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开始 那时候所罗门就有讲 有这样子写过诗 我们看诗篇128篇 这是他们要去圣殿敬拜神的诗歌 诗篇128篇 这是他们走路 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诗篇 你看第一节 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这个人就有福气 这里就很清楚看见 如果百姓敬拜神 也按照神的道理去做 这个人就是有福气的人 大魏的时代 所罗门的时代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是王国分裂以后 因为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 这个国家就变成南边 犹大国 北边 以色列国 就变成两个国家 从那个时候 北边的以色列 没有一个好的国王 全部都是在拜偶像 在做得罪神的事情 南边的犹大国 当中就有几个好的国王 那西西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好的国王 我想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一定要好好地敬拜神 遵守神的道 那这样子我们的生活 才有幸福 因为神会把他应许的福气 赐给我们 那神给人的第一个福气就是 让你有得吃 有得住 有得穿 会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 所以第二节 还有第三节 这里讲到就是一个 幸福门湖的家庭的内容 那这里讲到 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辛苦的工作赚钱 你可以享受 然后跟你的家人 一起享受 辛苦劳碌赚来的 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顺利 你不要小小 不要看轻的说 我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不是什么恩典 不是哦 你认的事情很顺利 这个就是恩典 有人 有人 常常做事情不顺利 他会觉得说 我很倒霉 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 为什么我常常都事情做不好 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几个敬畏神的人 像创世记39章里面记载的约圣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他虽然被抓到 那个外邦人 埃及人那里当奴隶 可是神祝福他 凡事都顺利 所以他的主人 就让他成为家里面的总管 这就是神对他的祝福 像丹尼礼书记载的丹尼礼 他也是被抓到外国去当奴隶的 可是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神也祝福他 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得到国王的喜欢 所以他经过四个国王 国王以下 就是丹尼礼最高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虽然会遇到困难 那也是一种考验 可是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神就会帮助你 度过这个困难 神就会事务给你 让你凡事顺利 有困难 但是还是会解决 或者是有时候有灾难 有生病 神也还是会让你得到平安 而且家庭 太婚姻美满 孩子都在旁边 所以神的祝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而是祝福给你的家庭 这是我们从诗篇128篇里面看到的 那这个道理西西家知道 所以他也希望这个时候的全部的以色列百姓也要这样 所以他要捷径圣殿 他要按照神的吩咐来烧香 因为按照神的心意 敬拜神 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 那我们早上就先谈到这个部分 下午我们再继续 恢复献祭烧香这件事情 来谈其他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赞美神 13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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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34 135 133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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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45 135 135 145 155 145 146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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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57 157 157 168 157 157 157 168 157 157 157 158 157 18 157 157 157 158 158 168 158 159 158 168 158 161 耶稣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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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万物都要改变 耶稣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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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 都成为神喜悦的人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也要为生病的人 短落的人祷告 祝神能够施恩看顾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道